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说支野虎丸是日本旗坛的一股新风 因为日本旗坛应该和中韩两国旗坛明显不同 对 是的 中韩两国应该说还是一种群星隔绝的一个局面 但日本应该说是锦山玉泰是牢牢地把握着敌人的位置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棋是怎么进行的 这盘棋是由支野虎丸指黑鲜型的 这野虎丸是第一步走的是腥味 白棋小木 白棋下了一个像小木 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对 应该说这两个这样对着的话 还是确实是比较在最近的棋局中是比较少见的 当然现在这个布局 因为这个有人工智能的这个出现之后 大家是下的都是比较奔放 也比较随意 这个也是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格局 接下来呢黑系挂这个角 这个现在低挂应该是潮流 几乎现在的职业对局中呢 走高挂的好像是非常少见 反正大家都喜欢下这个 对 然后下的也特别多 其实这个格局呢 最近还算比较不容易见着了 现在特别容易见着 就二肩跳手脚 对 然后点三三 然后接下去就一成套的 这个都差不多反正的局面 是 现在黑棋下了这个小飞挂脚之后呢 白棋下一手 是不是觉得有点难以抉择呀 应该说最常见的肯定是选择家机 对 但是呢下一步棋呢 这个这个唐伟星呢 没有选择家机呢 我觉得他应该是 这个他既然选择这个不开局啊 应该是对这个开局 还是有一点自己的心得 所以呢 他实在是守了一个这个大飞脚 应该还是比较 比较出乎意料吧 但是呢 这个也还是属于一种 正常的一个守脚 对 对 在局面上早 对 不能说人家挂一个 你不走了 你不硬了 守了个脚就 一下子就落后了 肯定也不是这样 我认为这个是他的机灵方针 因为这个现在几乎所有的职业棋手呢 都会选择这个低挂 所以他下低挂的时候 他手那个脚呢 应该是他的一个布局上的一个对策 唐卫星应该是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用功的棋手 对 他应该说是下的每一步棋啊 应该还是 有深意 对 所以说这部大飞手脚呢 还是比较正常的一步棋 让我们看看接下来 黑棋是怎么操作的 黑棋是走在这里 他直接就靠上去了 上靠 这部棋呢 应该说是 这个 这是阿法狗的招法啊 这部棋应该说是 已经是非常流行了 现在是 在职业棋坛里头呢 也是频频使用 就尤其对付这个大飞手脚 以往好像是白棋 现在是下这儿是最多的 对 所以说走在这儿的时候 现在黑棋靠呢 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下法 当然很多棋友会看见 这个棋还是有点吃惊 怎么直接就靠上去了 是吧 我觉得他这靠呢 可能有这样的意图 就假如说白棋搬这个 黑棋是不是现在 立马要搬下去 对 黑棋是要连搬下去 假如说这边 能走到一道市的话 那边是不是考虑 可以先飞压他两下 对 比如说假如说摆一个 就是简单的示意图 他接上的话 那是不是飞压他一下 这个图他蒸就 就直接蒸掉 能把这个子的蒸吃 肯定是黑棋满意的 这个呢 就是这个形状的下法呢 就是白棋无论搬这边还是搬这边 黑棋都是 你搬这边才搬这个 是的 你搬这边才搬这个 当然你如果退这个呢 黑棋呢 就是说也当便宜了 他就当 因为我们说小飞手脚的时候 黑棋兼称的下法也是比较多 他一般下这个时候 还是贴在这儿比较多一点 你这盘棋爬呢 他也没什么坏处 所以他也呢 就是你退呢 他也不怕 就进来看到这样的 就比如说是五右脚 他经常是看到黑棋兼冲 然后他兼冲完了 他这儿再靠你一下 他就把你压缩 最大程度的把你压缩在脚上 然后两边都占便宜 对 这个好像黑 白棋我觉得不太愉快一下 是 所以这盘棋呢 唐伟星呢 应该说还是对这个局面 还是有一定的心得 他呢实在是走了一个比较少见的一个下法 他上靠的时候 他长这边 应该说这个呢 也是一个 应该是比较凶狠的一个下法 对 这是一种反击的态度 就有点像 这个情况下 也有靠这个的嘛 然后现在就比较喜欢下这儿 这也是一种反击的态势 就这个脚让你下去 但是我要求对你进行攻击 然后两边我都不肯让你走到 对 应该说长在这儿呢 应该是对手看见的时候 还是会比较心情比较紧张一下 因为这个长在这儿确实比较少见 但是呢 我看这个直野虎啊 他应该说在日本这个年轻技术里头 取得比较好的成绩 应该说是也是 平时应该比较用功 我看他的应对还是比较 下的比较好的 我们继续看啊 他下的是腥味单靠 单靠这个 他对这个旗形 我想他肯定是有研究的 对对对 毫无疑问 那么白旗假如说搬底下的话 他是不是 应该是搬下去 单搬是吧 这个不要去挖沾 这个挖沾有点俗 我先看起来 挖沾的话没有用途 挖沾的话白旗打完 沾在那儿 黑旗明显不好 这是没有用的 这个钉四摆在这里干嘛呢 对 这个旗形黑旗肯定是单搬 单搬的话白旗是不好借劲 应该本手只能沾回去 对 这样呢黑旗应该是算 先手压缩了一下白旗 接下来他有可能不走了 这样的黑旗的速度 是比较快的 这个好像能走着这样 我觉得他已经赚到了 就将来白旗不管是打这个 打这个我可以接上 也可以反打 如果你打这个的话 我多半是反打吧 对 基本上是反打 就是黑旗现在 被压到脚上去 黑旗现在本身也可以走 他也本身不走 对 就是他已经当便宜了 是的 所以呢 这个当然唐伟星呢 应该说对手下这个碰呢 应该他也是有研究啊 他不会是就这一碰之后不会下来 实际上呢 他应该是下的还是最强的一个下方 他扳起来 反正这是一个最强的下方 这挺凶狠的 这其实就是 黑旗完全可以唬下去 对如果唬下去 他应该是要长一手 他长一手 是吧 长一手 你应该 小肩吗 还是立下去 立下来吧 立下来 然后这样他再长一下 接上 然后就攻他 对 那边飞一个 如果这么下的话 黑旗明显被动 对 如果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格局的话 这个应该说是黑旗 整个显得比较凝重 对 应该说整个作战的话 黑旗是占不到任何便宜 所以下一步 这个旗旗我觉得很多旗友 一定要注意 就是下一步才是这个局面的 这个关键点 也是这个局面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手旗 也是最不容易想到的一手旗 应该说这步旗呢 是反映了这个 枝野虎丸这个实力 反正这步旗应该很多 应该也是一个手筋 单断 因为它现在呢 只有这一步旗能解决这个办法 因为你走别的 你搬在这的话 它人家给你打了毡 也没有什么用处 这个黑旗肯定不好 对 你去活脚的话 那太无聊了 这外面还轮到白旗下 对 太宽广了 所以你如果这样不行的话 你虎也不好 你粘的也不好 你就长进去 是 所以只有这步断 是唯一的解决这个困境的一手旗 应该说这个地方 这个枝野虎丸 那应该是 对这个旗行也是非常了解 应该说他们两个人是旗风对手 在这个局面 这个定型上是两个人是 都有这个渗用研究 对 这断一个好像白旗也没法反击了 对 你得也不能打这个 打一个人家一吵 你怎么办呢 是 没法收拾了 对 他实战是下了个场 是 这个应该也是正手 对 这个应该说两个人的下法 都是最正确的下法 黑旗呢 其实它的总体的意思就是 还是整形 然后再推一穿 白旗是口吃 黑旗是打吃了一个 他如果说现在打吃这个怎样 打吃这个不便宜 他提掉 然后他再打吃 他白旗断打 是吧 他白旗那边太厚了 就是这个下法你不便宜 你提吧 你粘 就提的话 这样你交换一圈是不便宜的 是我也觉得好像白黑旗不好 所以说他这个地方下的还是很冷静 就拐打一下 拐打还是比较 拐打是本分的一手 接上 对 他再拆回去 应该说这个地方两个人呢 是最终还是妥协了 对 各有利弊 这个地方 因为我对于这个靠 或者是这个靠的理解呢 我是觉得就是 他不管是靠这个还是靠这个 就是从一方先限制住 他大飞脚的发展 就你要这边呢 我就从这边限制住你 假如说你走这边呢 可能那边就给我限制了 这个我觉得黑旗还不错 不知道周老师觉得怎么样 这个我觉得这个单从这个局部讲来说呢 我觉得黑旗还是不错 因为这个旗旗啊 这个日本人很喜欢首格 这个旗旗我可以给大家首格一下 就我们这样看呢 是一个还是比较能找到的旗普 当然下成这样的应该是明显是白旗好 对 这样等于白旗的心脏比较饱满 但我们看接下来黑旗等于是 这地方靠了一下 然后白旗呢 应该是这个长肯定是不是太紧要的 而且长完之后以后 黑旗这个压呢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这步旗明显是还首 所以我们如果要这么首格的话 整体的这个局面呢 就白旗越显得慢一点 当然我们这个之前是要稍微便宜一点 但你这地方又送回去了 所以这个整个呢 应该是黑旗还是可以接受 对 我觉得这个枝野虎丸是对这个局面 还是研究的比较深的 我是觉得他对于旗的理解 还是怎么说 在年轻旗手当中比较出色的 他还是比较看重局面宽广的那一方 然后呢注重局面整体的发展 就之前他跟柯杰下的那盘旗当中 也是体现出这一点 他牢牢地控制住中央 然后柯杰几乎动弹不了 现在白旗尖顶了一个在这 这个应该是还是正确的一手期 你把黑旗往那边厚的地方干 这个尖顶的拆一呢 其实大家现在看的也挺常见的 可能大家觉得接下来这期是不是 拆三啊或者是高拆啊 选一个 这个是比较容易想到的一点 是的 但是如果真是拆在这儿呢 我认为啊 就是真是职业虎案拆在这儿的话 我是对他不是太看好 对他这个棋手 他下一步棋我觉得是非常 应该怎么说 非常有大局观的手期 对 我也觉得是 下一步棋说实在是 很少棋手能想到的一手棋 对 因为这是比较符合逻辑 就觉得人家坚顶嘛 我就立而拆个三 但是他不是这么下 他是贴了这个 对 这步棋明显是很有大局观的一手棋 你下得很好 我觉得 这样贴完之后呢 其实这个黑棋 这个白棋这个加过来呢 就显得小一点 因为这个一打之后 这个很窄了 对 尤其这个子的位置也是在低点 所以他这个时候不猜呢 是可以考虑的 所以这步棋是有 很有大局的一手棋 所以这个职业虎啊 那我觉得我们中国企业 还是要需要关注啊 这个锦山玉泰呢 以前我们都是只是关注锦山玉泰 从今以后呢 我们要对这个职业虎啊 也要进行重点的关注 旗下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这个家呢 我是觉得好像价值不是太大 而且有了这个鸭之后 当然这个价值就更小了 对 所以白棋他也不着急 他先走那边 他刮这个 这些是一间高家 对 下得很紧凑 这个应该说都还是比较合乎清理 因为现在下家的 下一间高家的人是比较多的 因为最紧凑 现在的棋风啊 是显得都是力度比较强一些 以前会选三间啊 这种低家高家 对 狠一点也就是二间高家 现在几乎是下一间高家的人 是最多的 白棋是 白棋挂了个角 然后黑棋 二路飞 二路飞 白棋再挑出来 那个唐伟星呢 选择一个正面作战 他下的是这儿 下的这儿 从定式的角度 应该是一间高家一些 对 正常是应该这样 如果说现在一间高家的话 黑棋会不会就 会反家一个 对 这个吧 对 我觉得这个挺好 他如果真是这样 这么下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是 不会考虑加这 不会挂着一下 他本来可以直接这么下 这样呢 黑棋是不好意思加过来的 加的话这个 你如果再加的话 这个明显是有一个 留点角这个好点 这样呢 当然黑棋会有一些别的下法 有可能白棋挂不到 但是呢 这就是下围棋 就是这样 这个不停的这种逻辑转换 这种 这种思维都在不停的转变 但是他这盘棋呢 因为挂掉之后呢 他再加在这儿的位置 就不是太合适了 所以他这个回来一路 这个也还行 从这个 跟这个搭配 还是比较能解受 是的 黑棋是 黑棋打入了 打入一个 这是 这个棋型也是比较常见的手棋 没错 来去靠压 来去靠压 就搬 这个定型手法 我觉得以前还是挺常见的 对 但这个打比较少见 这个打 它就打掉了 它本来是应该搬了单压柱 是吗 对 这样子 对 如果说现在搬了单压柱的话 应该说白棋有两种下法 简单的下法是打了一个 它立的时候成这个 这是一个下法 对 它就把这两个子弃掉了 对 这样白棋拐 黑棋拐这个 单拐 这样白棋大概可以先手这边动手 或者再打这边定式 因为我这个毕竟是多了几个字 有帮助 这是一个下法 但这个下法 一般来说会觉得白棋略微损失地 还有一种下法 是如果单压之后 是比较复杂的下法 是打在这儿的 这个不长 对 打在这儿 打一个长 然后粘这个 单粘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下法 然后冲 再挡这个 这个我给棋 我们稍微摆一下就行了 这样之后 大概再跳出来 这个下法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下法 白棋大概会长进去 这个下法 这个下法我也不太会 比较复杂 应该说这盘棋 我猜测黑棋是不太怕的 比如说贴起来之类的 我觉得黑棋也挺好占的 应该是 因为黑棋外面子感觉多一些 对 是的 帮手比较多 我猜测这盘棋 白棋会选择这个打了长 我也觉得是 我觉得他可能不太满意 人家长出来 他想要走外面 是 所以说实战的下法 应该是一个 至少我第一次看见的一个下法 是打了这么压过来 打了单压 打了单压 说实话 这个下法 我是第一次看见 对 按理说都是扮了单压 对 这个就直接打掉了 他就不让你有任何变化的可能性 他就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下法 我的感觉 虽然是第一次见 但是我感觉还是很有力的 我觉得这个 从总体的配合来说 黑棋这样下无可厚非 对 所以说这个 我们说这个 枝野虎丸 虽然是一个心类棋手 对 他很年轻 一般我们说心类棋手 形容它是计算力比较好 下棋比较快 然后感觉非常好 很少有说心类棋手 大局比较好的 对 是 但这个 我觉得这个 这些虎 给人的感觉就是属于那种 大局型 没错 就是大局比较好的 我很欣赏这一点 所以我特地挑了这半棋 给大家 然后白棋是冲 挡住 挡住 这个是下的最强硬的一个下法了 如果说 现在呢 首先是白棋是不能冲这一下 如果能冲到这一下 那是白棋比较有力的 冲完只能打回去 你打回去 这被他一搂 打两下 这个基本上就可以认输了 这两下被打着 太痛苦了 对 所以他的 就是他要挡 你沾我再冲了打 如果你直接打呢 也一样 他这个 你还是他一沾 你还是在补 还是在打 那你当然 他实际上是挡完之后 他直接打在这 这样明显要比那个好 这个呢 应该是双方最 最强硬的一个下法 立了一下 一个也是好手 对 先手 先考验一下白棋 看看你怎么硬 他也有可能硬在这 但是硬在这呢 这下就先 也有先手 反正那边 有一些借用 就看你怎么硬法 对 这个立一个呢 我觉得应该就是 跟棋友们这么说吧 就是说 我们会看到很多棋子啊 就是经常是 不要被别人空提一个子 对 就是你宁可多送此一个子 把留了很多味道 余味在那 这个呢 是一种职业的一种手法 对 所以这种地方 我觉得很多棋友 是值得学习的 像这种地方 你一定要多送他一个子吃 之后才就留下了很多味道 最起码 你比如说立完之后 这个立以后的棺子 就比较明显 能很大一些 然后这个呢 你看 它如果靠这儿呢 上面冲的味道也很多 如果走这儿呢 这个点啊 拐啊 什么顶 这个味道都非常浓厚 所以这个立呢 是一个下得非常好的一个下法 实际上白棋是这么靠着 对 反正无论你怎么硬 它这个借用都是很多的 让你下得比较难受 对 跳这个 应该说这部棋是躺的正正的 这边白棋剪脱鲜了嘛 它就 接着先进行下去 跳一下 因为这边是毕竟是白棋啊 是在那边多走的手棋 这边应该是比较被动的 没错 我觉得现在的局面啊 简单一点啊 正常一点的 就是这么跳出来 这边就是看轻了 比如说你压住我的话 我在这个 就做活背一下 我在什么脱了 没有你翻 我在这个 再虎一个 断吧 我这种就断 就是利用这个 就是简单的怎么处理一下 这样呢 只要别让你这块 有这块模样太大 应该是 还是一个军事的一个下方 没错 但实际上呢 这个唐伟星呢 看来是有点 有点冒进了 他实际上是选择正面作战 压出来 压出来 然后他是点一个 再刺一下 我看白棋的招法 他好像没觉得 黑棋是厚的 他觉得他要攻击黑棋 看这意思 他不是就是 刺一下想让人家结上 他再压出来吗 对 那我想这个是 毫无疑问的 就想这么下 他压出来 我觉得他的意图很明显 他想要攻击黑棋 显然他觉得他比较强 应该可以这么理解 他肯定是 应该这是他的一个异想图 我们给大家摆 然后比如说 再拐进去过来 这样 这样明显黑棋 是显得比较笨重 这样白棋 确实是比较主动的一个下方 没错 但是黑棋 不会这么听话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 是唐伟欣 有可能还是 有点轻敌 也不能说轻敌 就像你说的 只野虎玩 是刚刚战胜柯节 不能太说他轻敌 但是就是说 还是有点 有点 有点不够重视对手 这个刺 觉得对手一定会沾 但是对手现在 是有一步明显的 一个强力反击 没错 这个地方的反击 就是之前他利的时候 他就有这些残存的利用 在这里 它是很靠的一个 所以除了这个靠以外 其实它上面靠这些都是有线熟的这些 但它现在这个正好你刺的时候 它这个靠确实是非常有力 对 因为现在呢 这一靠之后呢 白棋已经有点说 陷入了这个 你下不动了 陷入这种俊静啊 这个你现在如果挡住的话 它这一冲就出奇了 是啊 这样你如果这么下的话 是明显是不行 就 它提掉 这还得后手补回去 对 这要补一个 这样呢 轮黑几下 这白的应该是死掉了 对 是的 白棋推的应该一虎在这就死掉了 所以这个棋 白棋是不能下的 所以现在呢 白棋是刺完不能挡 这个人家一靠你不能挡 那这个刺呢 就明显是变成了一个大恶手 所以现在黑棋 黑棋呢 是这一靠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手棋 实际上是白棋 是选择搬下面 对 它没有办法呀 这必须得硬 要不然被冲过去 出奇了要 对 黑棋是冲出来 然后再跳一个 对 这个因为它现在不能冲 冲它有一段 所以说这个棋 现在白棋呢 因为它不能冲这个 它有点难受 那冲这个段还是先手 但什么时候 它这边它都挡不住 对 所以说它也 不能冲的话 总是有点尴尬 当然它可以长一个 但长一个 它觉得交换也没什么便宜 这样它应该还是得出来 而且你大概只能 从这边跳出来 这样它再管下去 它觉得交换一下不便宜 对 所以它实战呢 就是单跳出来 单跳了一个 单跳了 然后黑棋唬了一下 立下来 那下到这儿的时候呢 我觉得白棋这个刺 肯定是落空了 对 不能说这棋就黑棋 一定形式多好 但是至少这个白棋的下法 这个意图已经完全被破坏了 总体来说 我觉得黑棋下得不错 那么接下来 这个局面应该如何处理 我们呢先休息一下 给大家留点思考的时间 好 一会见 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 是第23届LGB世界齐王战 32枪战的对局 由日本的只野虎丸 对阵中国的唐卫星 刚才呢和周老师讲到这里 就是黑棋刚刚虎丸 现在这个局面应该怎么处理 接下来呢 你这个冲断是冲不断人家的 当然是 所以它是往这儿贴了一个 它应该是 还是要继续经营那块模样 对 是的 它的重点还是在这边 对 应该说这边呢 黑棋局部上已经占了便宜了 因为这个本来次应该是 它应该是要花一手去补的 但是黑棋等于一手去没补 就把这个冲出来 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 没错 当然现在黑棋的 还想把这边再围住 这个说实在是比较 有一个贪心的想法 它左右两边都要 对对对 然后白棋病了一个 病了一个 你不病又被人家剪住了 把这个拐住 是 这个作战应该总体来说是 白棋是明显是失败 嗯 现在白棋往这里剪冲了 剪冲 剪冲应该说是一个积极的吓法 当然另外一个解释的就是 现在不太好 再吓得凶一点 是的 黑棋还是挺冷静的 先爬了一个 但是我觉得如果白棋 敢接着再走的话 那他肯定要下狠手 对 现在如果说你还要往这 长或者跳 他肯定是不会再走了 对对对 这不客气了 应该就要从上面来了 比如说这儿啊 这儿啊 反正这一带吧 所以呢 这个棋 我给你回头的机会 是 如果直接来的话 被挡下去好像没有什么把握 可能觉得 对 如果直接来 他那个这个胆子 那就谈不拢了 只有在这个地方一决生死了 对 然后白棋搬了 搬过来 连搬 黑棋是打一个 但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没什么选择 黑棋不可能往这儿退吧 对 黑棋肯定是不能 它肯定是往这儿长的 对 应该说黑棋这个下法呢 是几乎是必然的 对 我觉得好像黑棋 没什么可以选的地方 但是白棋这个下法呢 也是可以理解啊 因为我们说这个 下围棋要有一句这个谚语啊 叫鳍虫断除声 对 咱们不管怎么说呢 现在白棋这地方产生了个断点 当然这个地方是有个断点 但这个断点几乎没有什么用处 吃这两次 你现在不可能去吃这两次 但是有了这个断点呢 就是以后做起文章的时候 会比较有头绪 对 虽然是现在看的 没看出什么效果 但是总是给他找出了一个断点来 是的 我还以为白棋接下来会在里面 怎么样去制估 或者说在里面出点棋 结果没想到白棋下的是这个 这比较意外 这个应该说是考验一下黑棋 对 他当然是希望你立下去 对 立下去 如果立下去 这里面味道太恶了 立下去就不太敢 这好像不敢 对 这个不敢 这个你接下来只能打了吃那个 这个风险太大了 这好像不敢这样拼命 除非是真的不够了 那就立下去拼一下 对 应该也可以理解 因为这手棋不立的话 这个黑棋 这个立还是比较大的一手棋 对 就是目数很大 因为这样的白棋如果团 那黑棋就先手立着了 你不团的这以后黑棋吃 就是先手把这都提了 我吃你再接 你全给提光 所以这手棋的棋子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呢 这个唐伟欣呢 这个应该说看到这个棋子比较大 还是动了心 先把这个收掉 是吧 让人家火一个 打过 但是现在看确实显得有点早了 我会觉得是 这不觉得还是 这外面很大吗 难道说 对 当然有可能 他确实也没想出太好的办法了 一下子他如果这边动 这确实有点需要胆量 就是你要是 如果是他 我猜测他如果是 这个不加的话 如果说他有这边想好的话 那就是直接能动手 他直接就贴出来 那你是最厉害的 当然这样呢 黑棋应该是会搬过来 白棋 因为这个打开线的时候 你这好像明显是没有路 我觉得要做两只眼 好像不太容易 对对对 所以他应该是 经过计算之后 他觉得没有成算 他还是选择了一个 比较先捞点实惠再说 的一个下法 当然这个 从现在整个局面来看 应该是还是属于 这个黑棋的控制当中 我是觉得 如果说这个搬了连搬 就打算被白棋 就打算被黑棋这样 打了长时间来说 这个子就不打算动了 我还是觉得 这个好像有点 这全进去了 这太大了 被黑棋围的 然后现在黑棋呢 也没有接着走了 他就走外面去了 他打吃 对 不走是还是正确的 街上 往这儿跳了一个 这个还是非常照应大局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制野虎玩 大局确实挺强的 是 是这样的 现在呢 沾上呢 确实是没有这个心情 因为沾上呢 是被白棋 明显的嫌疑了 对对对 白便宜了 所以说他这个脱鞋呢 还是比较正确的 但是呢 这个就是走在这里 还是走得非常 总体来说 黑棋下的 还是非常流畅的 对 因为他走在这儿的话 对你 如果说你想从这儿动的话 这个搬不搬的动 是有关系的 还有再加上 他这个骑行 虽然说刚才已经走到了 但是并不是特别饱满的 并不是特别安全的骑行 他这有一个子 对那边是有帮助的 是 然后他是夹击了 对 夹了一个 嗯 夹击 我觉得这个假期 如果我下的话 我是没有这个 想着 赶紧去削他一下 就是 我也是这个想法 比如这一带之类的 走一个吧 就是你不敢直接动手 但是确实应该怎么想办法 削他一下 这还不削人家 就不觉得人家太大了点 对对对 这个我们达成共识 就是应该 这是比较普通的想法 对对对 你最起码也是要往这边掉一下 对对对 好歹就想着压缩他一下 别让他围那么大 对对手已经在这扩张了一手 这个时候还在 还那个走在这 这步棋 从事后的角度来看 确实效果不太好 对 应该说 我觉得从这盘棋 两个人的状态来说 这个肯定是 只野虎丸更好一些 没错 是的 唐伟星虽然名气 要比只野虎丸大很多 但从这盘棋的状态来看 确实是不太 不在点上那种感觉 好像几个地方 都显得有点被动 其实唐伟星他的长处 是在于局部的那种计算 扭杀 那个是他特别强的地方 还有就是中后班盘 他特别强 是 就那种 你可能觉得局面比较混乱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收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的强项就体现出来 但是他前半盘 肯定不是他的强项 这个时候呢 这也火完又大飞了一个 这部棋也是下得非常好的 对 是的 你既然不削我 我就接着扩张 我觉得他的棋 都是下得就是堂堂正正的 很符合棋里 你没有觉得他 好像什么地方 是觉得很别扭的那种感觉 对 应该说这部棋 是非常有水平的一首棋 然后他飞了一个 还有那个 还有公黑的 对 这他要贯彻自己的意图 这不能割一个白割 其实现在黑棋简单一点 就是二路一飞 这个白棋也没什么了不起 这两个子发现意外的难攻 是吗 就是因为你觉得二路飞 我现在就是就地做活 是完全没问题的 当然这个黑棋实战这个下法 应该是一个积极的下法 对 他现在不是光想让二路飞 就是说我如果出了头之后 我这个以后下来之后 对你这个影响还是 我还要吃你呢 就是他这个是 其实是下的还是很积极的 这个日本棋手 一般来说我们以前的 新类骑手下法是比较厚重 一般都比较本格派的那种 就是好一点说的话 的是呢 就是日本棋手那种 是比较厚重 但其实有点缓 但是我们能看出 现在这个日本的新类骑手 其实下的确实是比较凶悍的 对 是的 绷得很紧 你看他这个地方 人家连走了两个 然后他就飞出来 也没什么 他觉得你根本 这攻击不成问题 对我来说 不造成太大的压力 刺了一下 因为这个黑棋出来之后呢 确实是给白棋 这个下面呢 是有一个切断 白棋呢 当然如果你要再补回去 那就等于你整个攻势 就是显得也没什么力道了 那就变成白棋自己先往回逃了 不是那么回事了 他提了一下 提了一下 考验一下黑棋 就按常理来说 黑棋应该是退的 是 但是他有点担心 担心是没有担心 他就是指 应该这么说 如果形势 非常的 木树上 要绷得紧一点的时候 对 就要退这个了 就退一个明显是 这个木树是最好的一个 没错 是的 当然白棋呢 能牵手提一下 也肯定是便宜的 就跟我们刚才说 这个打如果你沾上呢 白棋我总好的 这个时候呢 直野虎丸呢 明显我们可以 从他下一步棋看出来 他其实对形势 是比较乐观了 对 他是长了一个 但长了一个 本身也是有木 就是说不说 他打进来的味道 他打了段 也是挺大的木树 对 木树七八九 眼前也是九木树 木树上肯定是有的 但这步棋 最主要的意义 是他比较厚 是的 如果他现在的形势 没那么乐观的话 他有可能还会 还是要吓得凶一点 那这时候他长一个呢 他选择厚的下巴 应该是对形势 还是比较满意的 是的 而且这个地方提了之后呢 白棋意外的就冲进来 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 对 你如果单冲呢 我就搬住你 你打湿呢 我就夹住你 你要下到这儿呢 我还有个顶 顶了你只能搬过 这就破不了几木树 那就意义不得 然后他走了 这样白棋 其实我觉得白棋 还是别先提了 还是先来 因为这样呢 毕竟味道会差一些 因为你提完之后 人家走着这个 你还要进来呢 那这个说是 黑棋再选择作战的时候 白棋会 有可能会显得 有点被动 不过我觉得 唐伟欣可能没有这种感觉 他肯定觉得 提一个人家会退 应该是这样 他们那个木 都是帮得很紧的那种 是这样 然后黑棋打下去 你当这个 这个应该是声东击西 他应该直接作战的 他觉得把握性不大 然后他想先从这边动手 看一下 然后白棋往这冲 这个冲的是 就这个地方 黑棋形状的弱点 算是 但是他刚才中间跳一个 是对这边 是有缓和的明显 对 其实简单一点 想法是就是 广快拖了 对 是 正常是 对 这是我 如果我下午会想 这怎么做火 但我们能看出 唐伟欣呢 是对自己的力量 比较有自信 他是选择正面作战 尤其这个思路也很奇怪 就是黑棋挡的时候 他选择正面作战 这个 这个确实有点出乎意料 人家要杀他了 他觉得你这 你根本就不行 然后他选择这个 然后他选择这个 然后他是选择这个 然后他就冲了一个 充了一下 挡住 双一个 这个就是完全的是拼力量了 这个就是 应该说还是比较考验 这个直野虎丸的 因为日本棋手呢 总体给这个中韩两国的棋手 来感觉来 他们这个 棺子还可以 但是力量上 应该是不太行的 对 我记得周老师说 好像日本棋手 普遍都是 后半盘的棺子 收束的还比较强的 是吧 对 但是他大多数的棋手 给就是给我们中国棋手 感觉的力量不行 所以经常你要 觉得这个局面不好 就觉得这时候 要被动的时候 就是要跟他站 要跟他站一下 对 然后他马上 他那个短板就露出来了 所以我想这个唐伟青 现在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策略 所以这个时候 应该还是比较考验 这个直野虎丸的时候 先挡了一个 挡这个 白琪打持 白琪打持 然后这个时候 也下得够凶悍了 我觉得 他居然挡了个三三 我以为他会补回去 因为这个 他补的 白琪呢 如果你现在 无论你走哪 他提完之后 他肯定是要进这个角 就是如果这样的话 对 这个是白琪 明显是要走这个 这个明显是一个 还是是一个要点 是的 所以呢 他现在就无非是要计算一下 我现在如果说 我爬进去的时候 你能不能打断我 没错 没错 就是关于打断的问题 打断的话 应该 他应该是 我不是很确定 他会不会藏出来 因为 我是觉得他会藏出来 因为假如说他藏 他沾上 我觉得即使气质 黑气都可以满意了 对 这个粘还是先手 因为这个粘上之后 他挺讨厌的 他底下有一路斑 对 他很讨厌这个一路斑 一路斑是个大结 但这个结 你其实把人吃掉 你被人家外面 连走两个 这已经没法看了 是 然后我觉得 即使粘一个 就是粘一个 他补一个 就是走一个 他小牵 然后这样 不是你不能补 你补在那儿 不是出气了吗 对啊 就是他再粘一个 他粘上吧 就算他全部补掉 我斑粘 你就把这个收了 我觉得他吃了 也没多二十目 我才二十目齐 也就 本身这个有可能 白气就吃不掉了 你把这个斑粘 这本身白气 因为这有好几口公气 所以这个齐 是不一定吃得掉 黑气 即使这样 然后我下一手 我就飞过来 这不是很简明吗 这样下 我觉得黑气 简明优势 对 这应该就是 这个职业虎丸的 一个真实的想法 但是后来呢 他们说 据说也有断打的想法 就是断打完了 几打之后 也可以直接一路搬 我觉得那个图 没有这个图简明 这个图好像 白气已经没有 抵抗的手法了 肯定是这个图 是 我也觉得是 有时候其实我们 不一定 你非要杀赢人家 可以想一想 弃子的问题 对 这个地方应该说 职业虎丸 经过计算之后呢 他觉得你打断 我是不太怕的 应该说 这个地方 两个人是产生共识了 对 他我已经呢 是选择打这个 但这样一来呢 那黑气 抢到这一点 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个 然后黑气是 再飞了一个 这样呢 现在白气有个问题 现在白气这块气 明显没活 没错 这个一下子 你这边本来作战 就 就是物质随手 也不好讲 现在你还 把这块也带在里头 这个确实是 白气现在是 非常的艰苦 这种感觉 应该说 这个这盘气 唐伟卿的状态 确实不太好 他一直处于那种 苦苦挣扎的状态 是 现在 其实黑气的下巴 是比较多的 小尖了一个 小尖 这个子 它得连回去 要不能被连根 切下来 那要不然走在这 被人家全吃了 那算什么 怎么个意思 那太失败了 我吓得也 其实现在 这个黑气现在下巴 我觉得非常多 是 那简单一点 就这么飞一个 就白气就不好办 因为我这个外面 尖还鲜手 然后我这边 就简单一顶段 也不好下 对 这个明显是 白气就被分断了 已经不太好战了 对 然后这边 你的气情 其实也是有问题 我挡这个 或走这个 反正你这个边 气情也不好 这边 我这个监视 牵手 这个 这个气说实在 白气真的是 非常的被动 所以下巴 现在是 黑气非常多 另外一个 黑气也可以选择收控 就是说 这种时候 反而是黑气 比较 容易产生犹豫的时候 又想收控 又想 进攻 有点纠结 就选择比较多的时候 可能这个时候 就容易出问题 它是挡了一个 我还挡 然后它先飞了一下 往这儿飞 它是 白气跳 它贴在这儿 应该说 它的还是有点犹豫 又想收控 又想 稍显有点纠结 看起来 但是总体呢 应该是 白气还是确实比较被动 没错 主要是白气 这地方气紧 你还不能乱动 你随时紧了一口气之后 它这一冲 这一般就要出气 这挺头疼的 这里面 白气选择这个 它就先贴一个 先把黑气的眼位给破掉 它要求你先往回场一下 它是以攻为首 它是希望你退回来之后 比如说你退 比如说我 现在就轮到我 开始攻你了 是的 这个时候差一下 差别很大 没错 所以下一步 这个制野火 是 下一步是比较关键的 它是准备了 这个强力的反击 应该是这步棋 对白气来说 还是 还是白气 还是影响很大 这小尖 它已经不知道怎么连了 这是怎么连上 它是几十站 它挤了一个 挤一个 这个棋 白气 其实是 非常被动 不断这样 再拌一个 这样就有 对 这个棋 白气现在确实不好办 它如果说走别的 比如说断一个之类的 黑气立马就把它切断了 你不能跟它转换 说你吃这边 它吃那边吧 那肯定是白气 刺得多 是啊 这个棋 其实现在 黑气下法比较多了 因为就是你 我沾这个 其实也可以 因为像你说的 这个地方 它是不能断的 它断不开 所以说这个棋 就是可以说 我觉得这番棋 怎么安全 怎么下 对 唐伟欣应该说 这盘棋发挥的 真的非常不好 但这个棋 对手真的是下法太多了 然后他总是处于一种 挨打的局面 没有还手余地 从这盘棋来看 这个唐伟欣 确实是没有发挥出 自己的实力 对 应该 我们应该是觉得 这盘棋 黑气应该是唐伟欣 白气是这一虎 这个好像是 倒过来是吧 对 但是这盘棋反过来了 它飞了一下 它挖了一个 挖一个是比较厚实的下法 应该是一种胜利宣言的这种 已经很厚重了下的 因为现在我们能看见 这个喉是有线热味道 因为这个地方尖是线热 这明天有个阶段 所以它先挖 这是一个手劲 你吃的话 它是吃在这儿的 端打 包打一下 你是不能提的 对 所以说它这个挖一个 现在是非常厚实的下法 这个时候要安全运转 对 它跳回去了 这要不然被人撬下去的话 这白气一整块都没有活 对 应该说 其实它本手应该还在这边走 但是它现在已经顾不到那么多了 对 而且顶了一下 顶一下 这其实也挺勉强的 都是 就地做火 可以去把这个尝了 这尝完了脚上是不是有个挤啊 周老师 他先把这个吃了 他先断打一下 提掉 然后打吃 对 它在飞 飞的时候 它长到这个 它长一个 穿不走的话 它是不是有个 冲完了有个单挤 还是吗 对 局部肯定有些手法 冲了挤这个 有 点大概也 点 还是挤好 你这个气形应该是挤好 单挤好像已经没法挡了 这怎么挡 所以这个地方 白气是只有走的 白气是必须带走 它选择半沾 现在应该是 总体来说 确实是白气比较被动 对 好 再回首一个 把这个护住 是 现在看起来已经 局面都已经定局了 没有什么可以 就有大的波动的地方 都没有了 对 现在 这个气形现在应该说是 白气形现在是 明显的是不太好 是 它肯定是不太够 对 加住了 断了一个 现在就是双方收关了 对 断一个还是非常下得非常鬼的一手棋 它如果说 这个气 它如果是你打呢 它要再跑一下 对 这样你如果吃呢 它便宜了一木齐 而且这个还多走了 多一口气 还差挺多的 还便宜了 因为它这个斑 它起到了让你这个尖后手 这本来是可以做两只眼的 它现在斑照一下 你尖它可以挤了 所以这地方只有一只眼 那么它就要考验你那边 你先给我把两只眼做出来 对 要不然整块白气没活 结实 对 白气八针 白气现在也没办法 现在的情况是 这个地方是明显是没有眼的 对 是的 这个地方应该是白气只有一只眼 所以说现在白气的关键是 下面是必须得做出一只眼 如果下面这个地方做不出一只眼 就应该说已经是宣告 这条大龙已经死掉了 所以黑气现在 如果斑 其实现在是白气是 局部是死的 局部已经是 这个下面是看不出眼的 如果现在斑 应该白气只能吃在这 对 然后它斑一个 但是它现在 它应该是有这个家 对 有个打结 有个打结 是的 当然其实这个结 应该说是 白气是一个 负担非常重 然后黑气是 我们可以这么说吧 应该算是一个无忧结了 而且它提到脚 脚都快死了 就是如果我提完之后 脚快死了 再被我提到之后 这个地方 黑气是可以直接点在这儿的 就需要注意 这不是说是什么简单吃这两个 它直接可以点在这吃这个角的 所以这个结是非常非常重的 可见现在是 这个唐伟欣 现在是已经 明显是要拼命 就觉得几期已经不行了 对 就是唐伟欣 这个已经属于 博命的说 但是呢 我们能看出下一步 这个 这个职业虎案 应该是一种胜利宣言 它很清楚 它就挡了一个 它就挡了一个 它都根本就不杀你 你现在不能不补了 在北班就死得很甘心了 它走这个 然后它把回手把这个打了 它尝一个 它就挑最简单 最简明的 看得最清楚的 反正它这已经搬到了 这一下你即使是接到 也没关系了 对 应该说这是 这个黑棋的下法 我们应该就是 简单的归纳 就是一个胜利宣言 就是说我 就是走最简单 最平稳 最最那个不闹事的下法 是的 我已经赢了这期 确实是黑棋优势 毫无疑问这期 那先拐一个 提掉 然后白棋跳这个 这期也是这个 也是吓得提一个 它都不拐 对 正常这个棋肯定是能拐一个 对吧 这个棋拐的这是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它你看它现在是 就你能看出来 它现在是对形式太乐观了 它是觉得是 常有冲断的问题吗 冲断的也没关系 冲断这跟这也没关系 冲断它得接回去 然后它 你尝一个就顶一个 就是 我这边还有提这个结 这个你应该是任何问题都没有 好吧 它关键它走完之后 它要靠一个 它靠这个 然后它扳 这 它就这样 挡住 这不挡也是 对啊 它就挡住 然后本来是应该接回去的 正常 按理说肯定接回去 它肯定是觉得这样不行了 这不够了 但这个挡 也说实在的 就多了一木棋左右 跟人家拼这个结 就是为这一木棋 接上 然后黑棋打进去了 对 这个结 这个黑棋负担还是很轻 是 白棋太重了 实在是 是 嗯 这个结 白的负担实在是太重了 这 打输了的话 那儿全都要死了 现在 嗯 现在是 黑棋找结 它就长一个 那你不硬 我从这儿打了 不是从那儿打了 对 应该说现在白棋呢 是没办法 只有跟那个黑棋是 它冲一个 拼命 打吃 打吃 沾上 因为白棋这个地方 是肯定是不是结的 这边打结 黑棋把那儿沾了 这边吃掉的话 这个角是不如 黑棋是肯定是 这个转换是 白棋是不行的 管那个还不是结 管我沾上 然后你吃我这个角 我把你这边吃了 是这样 对 然后白棋去 白棋冲这个 嗯 挡住 然后提掉 黑棋就搬一个 他觉得你 呃 提掉呢 我就爬一个 这木已经够了 反正 对 这个它肯定是够了 嗯 就这个 所以它必须得撑住 然后再点 点刺一下 接上 提掉 这黑棋也下得 特别简明 他觉得已经可 输过木了 可以了 行了 我就接上吧 这个 这个是 应该 最后的胜利宣言 是的 这个棋怎么 我觉得也应该是 选择这个臭打结 这个 这个是 这个 这不是很明显的结材 那个相当于就是 没有找结 就收关了 对对对 他觉得够了 行了 现在你说我在这 冲一冲 这个你挡 说实话 这个挡完 我这还有断 这个结还是很多的 这个结 没错 你吃 我这个吃还是结 按理说 这个结应该是 白棋打不赢的 对啊 然后你这个找 现在 这个棋 白棋已经快找不着结了 因为你这个 拐式肯定是不是结的 对不对 你拐我 拐我把那个 粘上 你肯定不喜欢吃 所以呢 这个棋只能说 这个棋 它是一种 剩一些恩人了 粘住了 虽然说这个结 白棋好歹是打赢了 他这些冲了一下 然后挡住 挡住 他把这个提了 但是木是不够了 这盘面十多木了 已经 对 而且LG杯呢 它是贴六木板的 对 所以这个差距就更大了 对 那么后面呢 还进行了一些 但是直白的唐伟星 还是中盘头了了 就没有收完 确实差距比较大了 有十多木了 这棋已经 确实这盘棋 我觉得 直黑的直野虎丸 大举非常出色 我们可以看到 他非常优秀的这一面 我想还是期待 他今后有更出色的 发挥和表演吧 好 那我们今天讲解呢 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